好,謝謝葉怡清委員 接下來請管碧林委員,管碧林委員,管碧林委員不在 李桂銘委員,李桂銘委員,李桂銘委員不在 賴政昌委員,賴政昌委員,賴政昌委員不在 請姚文智委員,時間12分鐘 謝謝,我想先請這個部長跟議政署署長 請陳部長,請您署長 好,部長跟署長好 我想請教一下,今天是不是有提了一個 有關於替代義男赴中國情形的專案報告 有,有,有 部長你知道嗎 有,這次上回您好像在哪一個場合裡面預算還是有交代 所以要這個對於我們替代義男,尤其是研發替代義男赴中國的情況 赴中國情況當時的決議,部長你記得嗎 他是希望我們能夠調查到底有這個數量還有這個原因 還有一個重點 還有一個重點 部長你都不記得 除了 到中國大陸去嘛,要減少 要限縮啦,對不對 就是說除了 除了必須把 赴中國的情形 然後 到底有沒有被濫用 到底這幾年的發展如何 他的人數 人次 理由 跟 內政委員會專案報告之外 要研議如何限縮 來,那兩位誰可以告訴我 你們現在提來的報告 是如何限縮 我們現在把 經過調查的數據 跟 案裡面報告 有 一萬兩千 多人 曾經到大陸去 那 去的目的 就是 考察跟 開會 那我們限制他不能去 受訊 不能到大陸去 受訊 去大陸去受訊 那其他的看 使用機關的需要來派錢 署長 是 你回答的這個 正是 我們替代應南條例跟 管理辦法 本來就定啦 是 本來就定啦 那我現在 立法院的決議是問你說 如果有那麼氾濫 那要如何限縮 那你要 你告訴我要如何限縮啊 你這個專案裡面我看不到啊 我們原來有規定他到大陸的時間的長短 最多不能超過歐文治的疫期 那限制他用途 歐後啦 歐後因為我們 八十三零四的 NR替代益的他的 服役的期間會縮短 所以這一部分 到大陸去的這一部分 我們再 會再加以再更 更嚴格來審查 所以得出一個結論是說 以後替代益的疫期縮短 那他的 因為他只能有二分之一的時間 所以他自然限縮 你 你是說 我跟委員報告啦 因為這一部分 我真的看西洋機關他的需求 我過去 我過去從來都沒有在這裡苛責過你們 是是是 那我也知道 替代益還有整個國家 這個 這個 徵集 兵彙徵集的問題 有時候你們也 你們也是擔了 其他單位這個不必要的負擔 但是 但是如果 立法院做成這樣的一個決議 你來的報 你給的報告 照本宣科 你剛剛的答覆 完完全全沒有限縮的意思 不過我跟委員報告好 就是 西洋的企業機構 這個需求 那這一方面 我們 我們這樣 我跟委員報告 我們就 用人機構 我們跟他來做一個 做一個協商 那我們跟他要求 要求人數的比例 再把它降下來 協商 來 我署長我問你 你給的報告 第625月 也就是說從2008年到現在 這個用人的單位跟加速派遣 曾經有一家 有一家 他一家就派遣了 951到1000人 就是950人以上嘛 有一家 650人到700人 有兩家 500人到550 有一家 450到500 我問你這五家就好了 這五家是什麼 這五家是 你剛剛說的 不可以去進修 都不可以做訓練 那這五家都是 派我們的替代役 去做資料收集 資料收集 然後其中有一家 在這裡面 派了將近千人 部長 這樣敢對 這樣敢對 難道你們 也是跟馬英九一樣說 非但只是反對黨在這裡批評的 批評的口實是不是 我們的研究 因為這個我們 研發替代役 基本上是等同 幾乎是等同他的 這個員工啦 那他派去了解的 好像都是到他的這個 這個大陸的公司裡面去開會 或者是去 這我知道啊 你知道在上次在 討論預算的時候 大家就討論過了啊 當然了解現在 現在兩岸商業 產業發展的情況啊 這不需要你在這裡墜池啊 問題是 問題是我們國家的替代役 國家的替代役 他總是這個 這個禁國民服兵役的 的一個 一個 這個 義務 啊 然後因應產業 時代的發展需要 於是我們有些彈性的調整 但是總不能調整調到 這個有的公司 一口氣用上千人 我說誰啦 這些人都用什麼名義 來 部長你知道嗎 部長我考一下部長 你知道嗎 考察開會吧 他 這個書長 書長講是 考察開會不允許啦 你知道吧 你的辦法在裡面整個 考察開會可以 訓練跟進修 考察開會不可以超過30天 現在跟你講的 都是30天以上的 對不對 那30天以上的 你說不可以訓練進修 然後通通用資料收集 這其實很清楚啊 這就是去那裡上班 那當然很多替代議去上班沒錯 但是你掛羊頭賣狗肉啊 去那裡資料收集 那去那裡跟訓練 或者去那裡這個執行業務 或者在裝備線 這個上班 工作打卡 有何兩樣 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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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不是 我們再來考量 就是 派遣的日數 一次的時間長短 還有他的這個 這個 那今天立法院 立法院要求你們的 然後經過主決議同意的 對你們預算的要求就是 就是第一個 把所有的統計資料拿來 然後 提出一個如何 如何限縮的辦法 那這個限縮有不合理嗎 難道我們國家的 我們國家的當兵役 然後就到 這個 我們現在所有的國防安全 都是針對 針對中國 中國的飛彈也是針對台灣 大家其實已經很清楚 這不是只有反對黨批評的口實 不是這個 替代役 他服務的是那個公司啦 那不是跟中國沒有關係 他是跟替代役是他服務那個公司 那到底說 我們是不是應該 進一步的來限縮 我想我們 再請這個 醫政署再來 徵求大家的意見 然後做一些 部長 研討 這是決議耶 你來告訴我們有困難 你這裡面沒有告訴我們有困難啊 那你這是 應付立法院的專案報告耶 今天提的報告耶 我們是跟 跟大院報告 因為 我們了解這個 用人機構有700多家裡面 事實上有很多家 他是有需求 來啦 我時間不多啦 是 蘇長 這個用了1000人的是哪一家 鴻海 鴻海 來 後面那幾家是哪幾家 你跟大家公佈啊 人保 電腦 華碩 合碩 偽創 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什麼 偽創 是 我們真的不去了解 這個企業組 是 所以是 但是他有需求 這個 這幾家公司 都要替代義去幫他們 收集資料 真的嗎 真的嗎 那你有沒有責任去 進一步去了解 進一步了解 進一步了解 真的所有申請 只要寫收集資料就可以過 只要寫說我是進修訓練 就不可以 是不是這樣 只要我寫收集資料 我就可以在那邊 大概超過30天 只要我是說我要去考察 開會 我就不可以到30天 那我們的醫政機關 齊不是門戶洞開 今天 今天這專案的理由 就在這裡啊 鴻海有什麼必要 要用國家替代義 要1000人去幫他收集資料 那怎麼不趕快派去 我跟委員報告 怎麼不派去 去iPhone的母公司 派去Google去搜集資料 因為NRT代義到企業 去服役的時候 其實他就是像企業的員工啊 那他有需求 他可以派員工 也可以派NRT代義的員工過去 那當然 大家如果覺得說 事事過於頻繁 我們可以來加以限制 部長 你這專案報告 我們沒辦法接受啊 決議是請你們提出所有的統計 跟如何限縮 而這個限縮 是因為 台灣跟中國 處於敵對的狀態 那我們 我們就算替代義在協助產業 協助產業的發展 也沒有理由是派 派到中國去 這麼多人次 這麼長的時間 這明顯是偷渡啦 你不要回答啦 這個專案喔 我們沒辦法接受 那如果你要提這樣的報告 那那個待會兒 待會兒的預算 我們可能再做討論 來我想請那個 另外我想請那個 警政署陳署長 好 警政署陳署長 林署長請回 好 所以署長我想請教一下喔 我們最近是不是有 這個採購 其實就是替換 我們僅用的手槍 有 因為 就在最近嘛 買啦還沒 就是有已經絕標了啦 已經絕標嘛 過去那使用的20年沒有替換 我知道 好 這替換手槍是 是我想也是 本委員會喔 或者是立院的支持的 這個是沒有疑問 但是 但是我現在看到這報導 我跟你求證一下 這個報導說 現在絕標的這個 得志的華社 什麼PPQ 九公里半自動手槍 它少了一道保險對不對 沒有 它那個是 現在的保險 分成有三種 一個是 撞針的保險 一個是槍套跟滑套的保險 一個是 板機的保險 它裡面還是有保險 不是過去傳統用手動搬開這種保險 就不是傳統那樣 對對對 因為現在 國外的趨勢都這樣子 我們過去其實有分批採購嘛 那 曾經之前再找一批的是克拉克手槍 對不對 那過去幾乎都是四道保險 也就是板機保險 撞針保險 落地保險 還有手動的保險 都有手動保險 對不對 過去的有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 這個連續劇啊或警匪片啊 瑕疵人質的時候這樣對著 都還有保險嘛 對不對 那現在 我想要請教你 那現在 現在這個手槍 有沒有 就假使我這樣 我這樣對著 我這樣對著 然後 不小心碰到 會造成什麼樣的後果 如果這樣碰到 那個 那個廠商就存活不了 廠商存活不了 應該是 應該是 在槍前面那個人存活不了 安全性不夠 隨便掉下來就 就激發 那這個槍 世界很多國家都不會使用 好 那 但是如果過去我們的 這個在第一線的 遠景 或者刑警 那他們過去的習慣 就是習慣要 跟現在這個 跟現在這個 新的採購的手槍 這採購多少支 今年是 一萬 九百八十五支 一萬多支 對一萬多支 就準備把所有的 舊的手槍都汰換掉 對 突然要四萬多支 四萬多支 那 那 怎麼樣去避免說 這個 這個使用上 喔 因為習慣所造成的這個問題 這個我們會訓練 有六小時的訓練 所以新的手槍要重新訓練六小時 這個喔 我是 我時間到了 我是提醒 就是說 這跟習慣 我順便講一個故事 復興航空 在台北市墜機 其實很大的原因 就是駕駛換了機型 換了機型你知道吧 就是可能這個機型的 這個 這個第一號引擎 二號引擎 在右邊左邊 這個機型的一號引擎 二號在左邊 我們在最緊急的時候 可能只有0點 0點5秒的時候 做的習慣性的決定 那個決定喔 跟我們在使用槍械的時候 很可能一樣 很可能一樣 所長 我現在講這個 今天復興航空出現這個事情 是我們台灣的機師 我們台灣的機師 經常被允許 更換機型 更換機型 緊急的時候 緊急的時候它的自然反射 其實跟 跟我們警察在面對緊急的狀態 它的僵械使用的情況是一樣 是接近 結果復興航空摘下去了 那現在警察採購的呢 是跟過去習慣不一樣 我沒有說它好或壞 我沒有說它好或壞 或許它 這個更有效率 比較快速可以激發嘛 對不對 這支槍 但是 但是我在這裡提醒 這個所有的警察人員 如果要更換槍枝 這樣的一個意外 走火啦 或者是 或者是使用的誤差 這個訓練 我希望警政署 要特別特別的 特別特別的 要注意 我提的那個例子就是這樣 這是台灣 這我可能要到那個委員會質詢 但是 槍械的使用 你現在大舉的更換 那不同的槍械不同換來換去 是會造成 造成這樣的 的誤差 或者是人員的傷亡 我想請 這個署長 特別要把這樣的訓練計畫 要落實做好 好 好 謝謝姚委員 接下來請 鄭天才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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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在 陳歐破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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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在 邱文彥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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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在 陳明文委員 陳明文委員 不在 所有 登記發言委員 除不在場者外 其餘均已發言完畢 巡答結束 委員 吳玉生 所提書面質詢 列入記錄 刊登公報 並請 相關 機關 另以書面答覆 那麼 委員 所提質詢 未及答覆部分 及所要求 提供之資料 亦請 另以書面答覆 好 我們接下來 這個報告事項 第二案 到第五案 請問有沒有意義 來 有意 這個鄭委員請說 來 請說明 來 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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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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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